大家好,歡迎來到Samantha Channel 今集有一點點分享 今天突然間,其實是之前收到訊訊 我誤會了是面試時間 我很開心,終於有得面試 因為都等了差不多一年多 原來,之後Tony再發電郵去問律師 律師就說,不是啊,這個是fingerprint 就是要打手指毛 那我就說,蛤?打手指毛? 之前不是打了嗎? 之前有網友就說,如果我在香港打手指毛 回到美國又要問打手指毛 但那些已經直接發我去美國領事館 那怎麼辦? 其實原來不用擔心的 來到美國,你怎麼都要打 因為他過了期就要打了 那也沒辦法 唯有我們再去打多一次 我們去打的地方 應該是近住機場那裡的 我們就7點多鐘就起床了 因為他給我約9點的時間 他說是8點9要去到 但又不可以早過8點9 總之就8點9 最早是8點9 如果你早上去,他說他也不會讓你進去 所以就是這樣 好了,眨眼我已經來到這個移民局 算不算是嗎? 打手指毛 因為我們剛才8點出門口 大概半個小時至7個小時就到了 我剛剛到這個停車場的時候 隔壁那輛車的印度人 我猜是印度人 因為他的膚色和裝扮似 剛剛又在那邊出來 因為我們早了到 所以我們都在車上等 現在又有一對人來到 就在我隔壁 我懶得拍別人 本來想拍給大家看看那個標誌 因為剛剛好 我在這裡移民後 就有一個墨頭標誌給大家 但就遮住了 所以就免得了 我們大概等了10分鐘 我們就自己走進去 因為我看到 其實他們裡面的辦公室的人 已經開始在工作了 我裡面不能錄 所以就等我做完之後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我終於整完 很準時 我9點鐘排到進去 因為我們8點9進去 那我老公就規定 一定要坐在外面等 就是他坐在車上等 那如果相關人事 即是我自己申請的人 就一定要自己排隊 那我都排了差不多15分鐘 因為都很多人 剛剛好9點鐘 在這段時間 就進去做 做手指模 那我們這個週份 因為如果你打了兩支針 的話 就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其實我看到 大部份人都戴口罩 那我講一講 程序給大家聽 因為它裡面都比較嚴格 那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拿了一份信 這一份信 是我自己本身要填資料的 那我稍後會講一講 填資料部分 因為我剛才都填錯了一些資料 跟大家分享 不要再填錯 然後就進去排隊 大概15分鐘 9點鐘 剛剛好去到召喚 那個人 那他進去的時候 有個男人 去查你的資料 對不對 看你的時間 看你的護照 是否這個人 然後他就直接 拿了我的電話 就關掉他 因為他裡面很嚴格 就說是 no camera no drinking no food 總之有很多要求 六項至七項要求 其中這幾項就是這樣 然後排隊 他就要求我拉下口罩 然後查我的名字 樣子 是不是一樣 然後很快 排好椅子 去到前面的位置 就輪候等 這樣 真不好意思 然後到我的時候 就去拍照 打手指毛 都是跟香港一樣 比較專業 因為我們打手指毛 就在警署打 這裏就專責在一個獨立的部門 叫USCIS 好像是 好像在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然後就去打手指毛 打手指毛的時候 他有四隻手指 當初我以為他要脫戒指 他就跟我說 你的戒指這麼小 就不需要脫了 如果他是太粗的手指 遮住手指毛 就不行了 所以最後我都沒有脫 所以視乎你的戒指 如果你的戒指是粗的話 就不要太大 之後我又沒有化妝 旁邊的女生都化妝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拍照 然後他也有拍照 沒有戴眼鏡 他的相機很專業 全部都是Canon的相機 四隻手指打完之後 就一隻手指打 然後他會拌握你的手指 所以你去之前 千萬不要消毒 因為他旁邊有一隻消毒酒精 最多你做完之後就消毒 我剛才也有問他 我問他 為什麼我在香港做了手指 為什麼要做手指 因為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申請另一個 Case Type 那個Application 是I-485 以及I-765 我不太記得這個方法是什麼 我要上網再查一下 可能我會在這裡展示一下 因為這個Application 是需要fingerprint的 如果他說你香港做了 不代表你這裡不用做 所以他就說這個是獨立的一個申請 所以大家可能有一個心理準備 來到美國 他說你也要再去打多一次的手指 原因是因為這個Application form的要求 剛剛我填錯了一些資料 因為他的資料其實要你填什麼呢 就是填你的名字 因為我結婚之後 我要跟老公姓的 跟中國人一樣 但他跟中國人有一個不同 就是他直接你的姓氏是沒有了 消失了 例如你姓陳 我老公姓張 以前中國人就是張陳大文 但如果你結婚 他直接沒有了陳字 就變成張大文 所以他有兩個位置你要填清楚 上面有一個名字 有一個first name, middle name, and last name 我也跟大家說 我只要填兩個後面的名字 例如你是大文的 你寫回大文 那你中間就不要黏在一起 中間就不要黏在一起 中間就千萬不要填 因為中間不是的 我們中國人是沒有的 亞洲人是 那你是last name 你就填回你老公的名字 下面他也會問你 如果你結婚之前 叫什麼姓氏 你就再填多一次 那那個last name 先是你的名字 例如你叫陳大文 你就寫回陳 第一名就是大文 我希望大家到時候不要再填錯 不過他也很好人 他沒有說不給我填 他說可以的 還有因為最後一份份 他都給我 整份份給我 還有裡面的資料 也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他問你 性格是什麼 還有你的膚色是什麼 你是什麼種族的人 那裡面就問你 有亞洲人 黑人 你是北美洲的人 或者是銀洞 或者你是阿拉丁裔 主要是這幾種人可以選的 那眼色 你填回黑色眼睛 藍色眼睛 啡眼睛 灰眼睛 綠眼睛 還有很多東西選的 你自己看看 還有髮色 你要選你自己的頭髮 黑色 啡色 金色 藍色 灰色 還有填回你的高度 還有體重 我覺得有個可惜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那個country的問題 因為我記得我來美國的時候 申請了country of citizens 是寫香港SAR的 但是自從去年 那個政治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已經刪除了 香港這個country 我就在那邊找找找 因為沒有香港沒有香港的 我猜美國已經刪除了 香港是屬於country 它已經變成城市 所以大家要自己好留心 就寫回中國 很簡單 它又沒有收錢 不過填的資料要自己小心 還有要記得看時間 我們也有一個溫馨提示 電話如果不需要帶 就不要帶進去 因為其實也沒有什麼作用 純粹是帶個護照 和帶你份的應用程式 還有裡面的冷氣都比較冷 如果你怕冷的人 最好穿多件外套 如果你本身戴眼鏡 最好戴眼鏡 因為別人的護照 都叫你脫眼鏡來看 都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化妝的話 千萬不要化太濃 否則 對你出入境 都有很大的偏差 你知道現在化妝 都可以化到整個樣子都不同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讚這段影片 和分享出去 因為我都知道 有粵語版的說法 和親身經驗的人 Youtuber真的不多 我希望這段影片也幫到你 如果我再有最新的消息 例如Green Card Interview 我都會陸續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